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是途中放手 感情就无法长久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在踩天鹅船时 如果双方的意见不合 没办法决定船的去向 那最后也会分手 据说会有这个诅咒传说 是因为当时有对情侣 因为感情问题想不开 跳巧造成 这个传说是真是假 不得而知 不过这里却是个知名自杀圣地 经常传出有人因感情因素 跑到吊桥上跳巧致敬 甚至还曾发生过命案 也因为这里累积了许多冤魂 传出许多起灵异事件 1954年 一名女子将只有5岁的女儿 从吊桥上推入湖里 之后跑到警察局自首 警方在询问她的发案动机时 女子向警方表示 因为她跟老公的感情早已破裂 但老公又不肯让她离开 这使她痛苦不堪 生不如死 之后她便带着女儿跑到壁坛上行 从白天一直待到晚上 后来善师理智的她决定要自杀 就走到吊桥上 先将女儿退下 本来她也打算要跳下 但是她在听到女儿的长叫声后 突然冷静下来 想说如果自己也离开了 那既然在老公家的小女儿该怎么办 于是她决定跟老公重修就好 但想到自己已经把女儿杀死了 这是属于重罪 所以后来她就跑到警局自首 这是发生在1999年 经营天鹅船的船家阿牧所遇到的灵异事件 当天有三名女子向她租船 结果她们滑到湖中央室 不知为何突然就翻船 阿牧看到后不顾一切 立刻就跳入湖中 将落水的三名女子救起 到了晚上 船主阿牧的妈妈 身体突然感到不舒服 赶紧送到医院就诊 但是医生却查不出原因 那晚 阿牧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她梦到一名身穿白衣跟红色裙子 直接说她姓王的女子 非常凶狠的骂她说 为什么要害她找不到替死鬼 不让她能早点从痛苦中解脱 骂完之后 女子向阿牧表示 如果能帮她伸冤的话 就不会再缠着她 女子说她生前是在开披萨店的 在1997年10月时 被男友恶意推下湖底后溺斃 为了表示她的诚意 会先治疗她妈妈的怪病 然后拿了一杯奇怪的水 让她妈妈喝下去 之后 女子就消失不见 后来 当阿牧从梦中醒来后发现 她妈妈的病真的好了 于是她便遵照约定 跑到碧坛的派出所找警察报案 也证实 在同一个时间地点 碧坛曾有名王姓女子溺水 虽然警方也对案件产生疑问 但是因为查无证据 而且家属也不想再调查 所以最后还是以意外落水结案 这是一名女网友分享她前男友亲身经历了灵异事件 在她还年轻时 跟朋友去月冲 大约在半夜2点左右 他们来到碧坛 因为深夜 吊桥整个黑漆漆的 当他们走到桥中间之后 大家趴在扶手上开始闲聊 她跟一名叫老鼠的朋友聊天聊到一半时 看到吊桥对面的阴暗处 站着一个奇怪的女人 那名女子身穿红衣跟红色的高跟鞋 样子非常诡异 她心里感到害怕 问老鼠说有没有看到那个 老鼠鱼光 瞄了一下后表示 有看到 而且 那名女子好像要往这边走过来的样子 为了确定是不是看错 她转头想再问其他朋友 有没有看到死 突然听到高跟鞋的脚步声 而且那声音越来越快 离他们越来越近 她叫大家快冲回车上 不要问什么原因 就在这时 有个朋友不知为何叫了出来 大家都被叫声吓到 全部立刻往车里冲 之后他们停在一家超商休息 她问大家有没有听到高跟鞋的脚步声 跟看到一名奇怪女子 她们全表示有看到 只是看到当下整个傻住 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跑 回到家之后 全部有看到的人都发烧生病 还有一个人隔天就出车祸 可能因为她拦有的八字中 所以完全没事 其实并没有 在一年后的某天 当她站在窗户边 看着对面那栋大楼时 有个女子突然从楼顶跳下 诡异的是 那名女子没有流血 也没有撞到地上的声音 后来她发现 躺在地上的女子 身上穿的红衣跟红色高跟鞋 跟她在避坛看到的那名女子一模一样 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她是想要做什么吗 当她脑中开始乱想时 女子突然就消失了 其实并没有消失不见 而是女子从楼顶又跳了第二次 这次她还浮在半空中看着她 当她害怕的想离开时才发现 身体早已完全僵住动不了 这时女子开始发出诡异笑声 她被吓到可以说精神已经接近崩溃状态 结果这时 女子又消失不见 然后又再次从楼顶跳下 不一样的是 这次跳下后 女子漂浮在离她窗户外 只有一公尺远 可以清楚看见女子的脸色惨白 眼睛充满了红色血丝 一直瞪着她看 然后嘴巴突然张开到 整个裂开来 她想干嘛 是想要说什么话吗 该不会是想要把我吃掉吧 当她心里这样想的时候 闹钟响了 原来只是一场梦而已 当时她跟同事正在出差 睡在饭店的房间里 据她同事所说 在半夜时 她突然大吴大叫 手不停的狂挥舞 口中还一直说着奇怪的话 碧坛还有许多灵异地点 像是碧坛乐园 太白楼之类的 等迷上有空整理好再分享给大家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结束 如果还想看其他灵异世界 有其他影片可以看看 不想错过最新影片 在离开前也别忘了订阅跟打开小铃铛 感谢你的收看 麦